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鸣 9月30号菲律宾海军发布声明 公告美非日加英法澳 七国海军将在10月2号到13号期间在南海军演 演习的区域位于吕宋岛以南 这个区域是临近中国的黄岩岛 菲律宾海军称演习将涵盖反潜 对舰防空电子弹等内容 将促进非海军的近海作战能力 这是美非极化南海局势的最新动作 最近一段时间 菲律宾在美国的幕后怂恿之下 联系的向中国发起挑衅 先是在仁爱礁 后又在黄岩岛反复冲击中国海警的警戒线 而且自导自演伪造视频 自称拆除了中方设在黄岩岛泄湖入口处的拦阻屏障 菲律宾的这一连串动作 让南海周边国家非常的担忧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维多多 在东南亚峰会上就曾经表示 这个会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责任 不制造新的冲突 不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不制造新的战争 但是作为意外大国的美国 一直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 希望能够挑起一场木克兰式的战争 来消耗中国的精力和国力 菲律宾虽然国力雷弱 但自认为了由美国的撑腰 积极主动的向中国发起连番挑衅 形势越来越明显 如果菲律宾一直这么闹下去 总有一天中方将不再忍耐 将对菲律宾采取雷霆手段 菲律宾海警或者是海军一定会被修理 那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亲自出手吗 因为美方多次重申 美飞间于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在南海的适用性 这一条约共八条 其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约定 在太平洋海域的任何一方领土 与对其在太平洋的军队 船舶或飞机的武装攻击 两国将一约采取行动 斗互共同危险 正是这一条约成为菲律宾 在南海挑衅中国领土领海主持权的 最大的底气 毫无疑问 中美力量在海上发生直接对抗 是当前南海局势中最大的风险 这种力量对抗 未必是由海军实施的 美国还有一支重要的海上力量 海警部队 海警的主要任务是反祖司 反毒品 突斗等等 但是美国海警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特别喜欢到其他的国家的海域 强行帮助其他国家执法 其实他们所执行的 主要也是美国法律 以及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的意志 面对美非勾结 中方可以采取什么对策 形势确实很复杂 但处理原则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任何对抗 最终都要靠实力 美国空军和海军 现在每天都在中国周边 采取挑衅行动 但是他们也深刻的体会到 解放军海空力量 采取的反挑衅 反干扰 反侦察的力度 越来越大 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先进 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 持续增长的结果 不管美国在中国周边 如何的拉帮截火 如何的交由拱火 我都发现 美军也有一个重要的门槛 是绝不轻易踏入 那就是避免亲自上阵 防止骑虎南下 美国只是想要代理人战争 而不想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样的战争不但容易升级失控 而且超过美国的军事资源 所能够应付的极限 因此中国海上力量完全可以在其他力量的 全方位的支持下 坚决实施 有理有利有劫的斗争 行动越是坚决 反应越是快捷 结果就越是有效 最终南海发生真正局势充足的可能性 反而会越小 反之如果一味的忍让退让 对方就会得寸进尺 更加的嚣张 就像朝鲜停战谈判 战场上打得越坚决 胜利越大 谈判桌上 敌人就会越老实 至于菲律宾 有人说得好 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事情 莫过于明明被人家当成的炮灰 就自己还想着是人家的盟友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